哈囉大家好 我是DNNLIN 我們今天來看CBA 浙江廣下對決台灣的陳英俊 陳英俊是廣東龍師 到了黃龍體育館 這是台灣人Jeff 他這邊買票比較特別就是 他要刷身份證 或者是我們這台報證 全部綁在一起啊 跟這邊的高鐵一樣 怎麼這麼多人啊 還要安檢 這個是浙江廣下的主場 兼陳英俊做客 我們就來看他發揮怎麼樣 看他跟台灣的直男有什麼差別 Let's go 台包證 台包證 好 謝謝 好多警察 謝謝 謝謝 這邊跟台灣球場比較不同的是 一路場身上都不能攜帶任何的 瓶裝水貨水貨 而且還要過安檢 異常的謹慎 一路內就會看到在販賣礦泉水飲料的吧台 補充一下 他把那個一般的三農夫礦泉水 外面有時候賣一塊或是一天五對不對 結果這邊鏡子帶水 所以一裝一裝就變五塊 這不知道賺多少錢 每個人進來 賣這個杯子 對啊就一定要買啊 一定要買 不然會可思啊 為什麼我剛剛問他 他說怕那個 壞人被直接砸輪 對對對 台灣會這樣嗎 不會台灣 台灣完全沒差啊 接著馬上進去看比賽吧 已經遲到了 找到位置後趕緊坐下 可以感覺氣氛非常震撼 前面的啦啦隊當然也不遑多浪 不過我對這部分不感興趣 哈哈哈哈 不會不會 現在中場休息我來趕快開一下球場 現在他們在表演 整體球場超級大 可以容納八千位觀眾 上方的環形螢幕也很清楚 因為有翻新當作亞運會場館 所以整體沒什麼可以挑剔的 不過因為安全的關係 所以沒有那種場邊的貴賓型 那就來說一下 跟台灣自然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最明顯的是 剛才一看球的時候就發現 肢體接觸真的比台灣 重蠻多 因為裁判其實一般都不太會摧 所以我發現他們這邊還是很激烈的 因為我剛才打一下時間 我發現他們中國球員 孫明輝跟吳京秋真的蠻強的 上半場就拿16跟11分 前進去拿7分還可以 那再來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 右雨 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中國這邊的數 像台灣的超球在中國叫 斷球 台灣的蓋火鍋在中國叫 蓋帽 台灣的麵包在中國叫 山不沾 那製幹呢在那邊叫做 毒就一個字而已 大三元呢他們叫做 山雙 這樣以後看中國球評講話的時候 應該聽得懂了吧 學到記得打穴道 那一個比較特別的點就是 他們沒過一個保安 所以其實第一排前面 會有一個保安去負責 維護球場的安全 中場表演很中國風啊 只能說進來看球那是挺安全的 因為整個球館 充滿了保安跟安靜 那我們現在就拍一下 壓他們的廁所 裡面也很吵 不知道收音爐 收不收得到 廁所其實我剛有去看過是蠻乾淨的 挺新的啊 因為他們 這算亞運的球館 所以裡面就是一個很新 那裡面就不拍了 這邊大家都在買水 因為進來的話 都要把水全部放在外面 水一杯的話是五塊錢的人民幣 他也不會讓你拿寶特瓶裝 因為他怕寶特瓶會丟下去傷人 飲料是十塊 可是飲料我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喝 對了 忘記跟大家講 今天的門票價是 兩百塊人民幣 那因為前面今天發現 位置有一些空位 所以我們就去前面坐一下 台灣的話其實我也看過蠻多 像皮里格或T1 有一些場款可能有些比較舊的場款 可是整體素質我覺得 跟台灣沒有差太多 第三階開始了 進攻犯規 進攻犯規 他比較特別就是 時間剩最後還會去打 台灣就不打了對不對 不是喔 對 台灣就通常不打了 欸 有打了 今天有打了 音比較多就不打了 音比較多就不打了 我不想破百 對啊 今天比較可惜 沒什麼生產 全場比賽結束 我獲得評分 就結束了 七月八十四 七頭一家 能夠標準用 是 感謝 今天可惜沒贏 走吧 陳明君發揮不佳 不佳 反正前三場太累了 對啊 其實黑隊都蠻強的 對啊 蠻強 沒有廣下 是上個賽季跟上個賽季 有一次 亞軍有一次前四強 都蠻強的 希望陳明君會看這部影片 應該不會吧 再接戰而已 對啊 前三場太累了 那我們這一集到這邊結束了 給大家開箱一下 這邊CPA的環境跟比賽長什麼樣子 下次再見 拜拜